好 大家好 那我們週五又到了跟大家報告一週定序 以及一些一週來病例分析的時間 這一週我們是新增65例定序確認是Omicron的 這個境外移入的病例 沒有Delta 所以現在目前累積 是有1209例的Omicron 其中808例是境外移入 401例是本土 那這一週新增的裡面還是超過一半都是從東南亞 這邊來的 主要是 越南跟印尼 還有泰國 另外還有香港 那在境外移入的部分 就是除了例行的這些年齡 層性別 症狀分析之外 主要是 今天我們有公佈一例新增的 屬於境外移入 免許確認Omicron的中重度以上的一個個案 是一個 就是病情是一個中度肺炎的 50多歲 本國籍男性 本身是有高血壓的病史 那曾經在這個國外接種過兩劑的BNT疫苗 最後一劑 是在去年的9月 所以在1月中旬入境的時候 是第二劑已經接種滿3個月以上 他從美國回來 落地採檢就是陽性 CT值18 那當時是沒有症狀 不過住院的第二天開始 因為他屬於這個有慢性疾病高血壓這個部分 是符合我們使用 預防性的這個瑞德西韋來做預防重症的治療 所以就開始使用瑞德西韋 那剛好在使用藥物的隔天 就在住院情節發生了這個血氧濃度下降的 一個情形 有掉到90% 所以給他使用了氧氣鼻管 來 輔助氧氣 那這時候在照胸部X光 就有出現這個兩側肺 靜潤的變化 所以在醫院當中就持續針對這個肺炎的部分 來進行瑞德西韋跟類固醇等藥物的治療 那後來病況改善 那也已經 順利的這個康復符合解割條件出院大概兩週的 時間 那這個個案是沒有租到家務病房去 我們的歸類在中重度是屬於中度的這個 肺炎的個案 所以累積我們目前總共有4例的這個境外入 定序確認是Omicron的這個 個案 那這個部分沒有死亡的這個 定序為死亡的Omicron的個案在境外入的部分 那至於說這個潛伏期或是說這個 隱藏期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說在右邊的 這個表格最下面有多了一個是26天的這個 個案 是從入境之後26天才發現的個案 那這個個案是我們上星期其實有公布 就是一個跟防疫旅館事件有關後後來回溯 採檢陽性的一個 台北這邊的個案 那當時已經有公布過他的定序結果跟 防疫旅館事件是不同的 那後續在追蹤他的這個CT值的變化 也是一路這個往病毒量更低的方向在走 從27變成30 最後陰性 那恩抗體也是陽性 所以這一例雖然是在這個等於離開 14天的檢疫之後 長達這個入境後26天才被我們驗到 那也定序確認是Omicron 不過研判是這個救案也不是防疫旅館 相關的感染 或是屬於一個非近期感染的部分 所以應該對社區是沒有什麼威脅的 那這個部分就跟大家做境外這邊的說明 那至於在本土的部分 本土的部分 我們這一週也有公布 一例新增這個重重度以上的個案 是屬於這個嚴重的肺炎 那這個個案的話 他是南部的台南這邊的一個60多歲的男性 在7月曾經接種過一劑的AZ疫苗 沒有接種第二劑或第三劑 那本身有中風 癲癇 八經 深濕症 這一些屬於神經系統的慢性病史 長期在就醫復健 那3月就是因為他有復健的這個關係 有在疫調當中被匡列為接觸者 那經過採檢確診 那CT值的變化可以看到說 從一開始病毒量比較低 逐漸升高到CT值只有16 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症狀 住院隔離觀察 那住院當中就有出現發燒以及這個氧氣 濃度下降的情形 胸突S光顯示有這個右下葉的肺炎 那他因為氧氣濃度比較不好 所以需要使用到這個氧氣面罩 來治療 那在住院當中持續接受瑞德西尾 類固醇以及免疫調節劑 這些針對COVID-19肺炎的這個藥物的治療之後 有順利的退燒 病況也穩定 目前正在改善當中 沒有入到家務病房當中過 那目前還在追蹤病毒量的變化 如果有能夠符合這個解割的條件 那這個整個氧氣跟生命真相的 這狀況也都恢復的話 就渴望可以出院 不過目前仍然是在住院當中 那總共來講 我們這個890例的這個1月開始的本土 病例來說 目前是累積3例的這個中重度以上的個案 其中1位死亡 那這3例都是在60歲以上的這個長者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我們目前整個 總計的這個重症率是大概0.34% 那死亡率是0.11% 這個跟國際上來比我們都是稍微算低一點 像我們鄰近的 韓國的重症率是大概0.38%左右 那致死率的話是0.18%到0.2%之間 那香港的話大概致死率是0.4%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目前因為疫情還算 相對的控制的穩定 所以醫療照顧這邊也都處於一個上有 餘育的情形 沒有看到有這個重症率或者是死亡率上升的 一個情形 以上報告